咋的了 你叫啥 这个小鹅是今天一个朋友拿过来的 你叫啥啊 叫啥呢 小鹅是朋友的孩子养的宠物 前朋友说他一口买了五只 现在只剩下这一只了 这只鹅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咬他的脚丫子 朋友去老家了 托我帮他照看两天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感觉这个毛色好怪呀 看这个毛色和鸭鸭不是一个品种 其实我不建议这个季节养鱼的 因为小鹅对那个温度要求很高的 如果温度跟不上的话 小鹅很容易生病 很多网友叫我再养一只小鹅 暂时还没有考虑养鹅 如果养的话也要到明明春天才会养 怕那个小狗咬到这只小鹅 现在把那个小狗给拴起来了 这家伙怎么感觉他身上很痒呀 老是在那里咬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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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放饲料在这里都不吃一口 刚才问了朋友 朋友说这只鹅这几天一直都不怎么吃东西 然后一天没事就咬他这个脚丫子 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盐